5月28日,在兰州财经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毕业展览上,大四学生刘永兴的作品《漫威英雄系列皮影》吸引了很多同学前来搭台唱戏。 刘永兴说,自己的家乡甘肃环县被称为中国皮影之乡,皮影戏也是他最早接触电影的开始。 如今,他把美国漫威系列的超级英雄形象做成皮影,将中华传统艺术演绎出了新时尚。 小时候看的皮影戏很多,然后就那种场面很精彩。 现在的话,很少能看到,大家都喜欢看电影,现在就是漫威比较火了。 我也喜欢漫威这个电影,然后就从漫威这个电影里边就有启发, 然后把这些皮影,然后拿这个漫威的形象做出来,然后就表现这个传统的艺术。 刘永兴介绍说,龙东皮影是中国皮影的重要分支之一, 对于他这个在黄土园上长大的人来说,很怀念小时候的那种温情。 如何将古老的皮影艺术创新表达,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。 刘永兴想到了好莱坞电影。 漫威英雄全球风靡,如果把这些超级英雄形象做成皮影演绎出来, 这对于传承皮影艺术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 为了做好漫威皮影,他还专门回老家,找了做皮影的老师傅学习手艺。 没有了传统的皮影唱腔,刘永兴就和同宿舍的同学自己写了小剧本演着玩。 刘永兴说,当古老皮影遇上漫威英雄, 美国好莱坞文化融合中华传统艺术, 给观众的冲击不仅是视觉上的新鲜和震撼, 更多的是想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,让大众了解皮影戏并产生兴趣, 从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,延续儿时的温情。